今天这个炖肘子一般人就不要学了 为啥子 恒人专用 它的名字就叫恒人肘子 为啥子这样子说 视频开完你晓得了 这个大家可能都认识嘛 喝嘛 这个炖肘子清香清香安逸的 所以我给你不要轻易尝试 我都要戴个手套 来 折下来 先把搅了 这个来 哇 我估计很多朋友都有这个 我养我童的经历 我小时候也照过 所以我现在对它来说 是又矮又恨 对了够了 拿回家准备开盖 首先地步 我们要把毛给它漂一看 而且这个漂了的 肘子吃的皮子要软弱一些 好吃一些 烧好的这个肘子 我们给它泡一下 然后刮洗干净就对了 煮肚子后我建议 买越大越好 不要再因为 越大肉头越厚越好吃 先拿清水给它清洗一遍 加第一点清油 再来点盐 这个样子 洗出来的肚子 它才不得腥味 表面抓了之后 我们把肚子翻过来 这个才是肚子该油的状态 刚才这个是肚子里头 这个其实才是肚子外头 它有一层油 看到没有 买肚子的时候 油越少越滑越粗 把肚子里丢了 这下切清水 两面冲洗 水开了 肚子下去 穿一水 为啥子 才刮得下来 它这个萌萌 对了 打起来 冲冷水 就这个烫了以后 它再刮得下来 很轻松就刮下来 肚子整个的就洗干净了 好 肘子太长了 扣不下去 中间要摘一刀 对了 肘子提灰下锅 洗好的肚子也下锅 拿一坨老姜下去 肚子这件是配角 我们煮好之后 弄过其他的菜 但是煮肚子的汤 大家都知道 无肚不白 无肘不香 这个汤都可以把水拌 水要开了 把泡子打干净 我们就开中小火 先炖它两个小时 堵吃一个小时就先捞出来 老规矩 好 泡子打干净之后 再加花椒 现在就不得浪费了 太远花椒加进去 好 芝麻不会苦 一个小时了 我们先把堵吃捞起来 最后这个手指 再炖一个半小时 昨天下了雨的 这个火锅大开 给它冲好掉 一块小时 来 火锅下锅 火锅下锅 再炖它一个小时 刚才洗的时候 手指面这个地方 糟了一下 这个干净 只有糟过人才晓得 今天的鸡花在水 就用这个二斤条 折鸡肝 再来几根小米辣 还没有整合物 我还是可以吃的 今天这个青椒在水 很简单 先给它撇一下 撇一下 更容易处味道 再把它切出来 切好的海椒 装到尾里头 海椒里头把酱油倒下去 这个提前半个小时 泡起 它才入了一刀胃 再搅一看 其实这个海椒 就这一会儿 拿来下饭都可以 没有问题 马上起锅了 加点毛毛盐 切点胃 这样拿个盆盘给它舀起来 哇 你看 西流泡 哇 不要吊 河妈舀出来 舀点嫩的 第二边看 大家才晓得这个菜是啥东西 是不是 就拿这个海椒酱油 再水再清 你不吃山外干饭吗 我认识行都不行 当然如果是正子饭更好 八十一百 将来给你带 你带 我试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